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崩溃 导致经济萧条 那我现在就说 那现在就算什么呢 是吧 那这个现在不算经济萧条吗 因为这个抗议不利 没算萧条 算衰退 现在退得好像有点大 都快退到29年间了 那么咱们再来看 再来看第二条消息 这条消息就更不好了 看起来就是有点让人有点 怎么说呢 说这个冠状病毒这大流行力 恐怕得持续十年 这玩意儿就崩溃了 要是这十年的话 这比这个一场世界大战时间还长 是吧 二战打了六年 中国这块是算打八年吧 在那个 一战呢是打了四年 这个是早已把俩架起来 把俩架起来的 这个有点 让人难以接受啊 那么第三个消息是一个小消息 是一个一款游戏 由于上了一个支付功能 让开了谷歌之谷和 Apple之谷 结果这两个公司就把人家给下架了 可见 这个在市场原则下 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反市场化了 那么这是不是应该算一个垄断行为呢 我们拭目以待啊 我觉得可能会这家 这家游戏日商应当会把这两个公司 以垄断的名义会告 会搞 会提起诉 那么后边呢 是比较大的事了啊 首先来说一个好消息 就是失业率啊 失业率 失业人口 不是失业 失业人口 首次 单注啊 下降到 这个 一百万 以下 百万以下 这是第一次 自从三月份以来 这是一个好消息 本来呢 以为这个好消息呢 能够让股市好一下 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啊 股市是在昨天 这个好消息出来的时候 开始上涨 那么今天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出来了 咣当一个下跌 那么现在呢 又开始忘记钩啊 这种走势 虽然不太美妙 但是 可以接受 一会儿跟大家讲为什么 我们看啊 零售业数据 现在呢 出现了 在一个大幅提升的 在大幅提升的 一段之后 现在出现了放管的迹象 不是复苏 注意啊 现在是放管的迹象出现了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购买力 还是上不去 说明购买力还是上不去 这块呢 我们要小心一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看一些技术啊 为什么它会走出这个走势 咱们从技术上来说 我们看技术上啊 它在昨天的失业数字出来之后 非常好 失业这个同学数字出来之后 走得比较好 但是呢 它一直没有力度 就是在等什么 在等这个零售业 真正的跟商业关系的出来 结果一出来 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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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 有些朋友说是 你为什么不能头一天晚上播报呢 推特晚上呢 一是我有A股 我A股播完了之后 我就要进属盯盘 基本上我都是 每冬时间 凌晨三点啊 或者最早最早了 可能是凌晨两点四十五 我才会睡觉 那么 在早晨起来 我又会给大家来播这个 然后早晨起来 我又定了一股 所以说这块就 没有时间在谈后 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比如说像昨天我说啊 那个失业 如果好了 咱们这股市会往上 那么结果呢 它出了一个零售数据 咱们是 谁能想到零售数据 它放缓呢 觉得它应当没有什么太大增长 但是呢 大幅放缓应该不会 可是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那么这出现一个下降 这块呢 就每一份在头一天晚上 准确的判断 第二天早上写的事情 那么咱们把数据都看全了 再给大家进行播报 这样呢 相对的准确一些 那么现在来看呢 这个不是一件坏事啊 注意啊 他说的是放缓 不是说负了 又变成负的了 又变成负的了 只是复苏缓慢 但是呢 就业 注意啊 就业 这个数据是 或者说这失业数据 其实是一样的 一件事两面 是 这个零售数据的 一个 先导性指定 那么就业人口多了 不见得啊 必然导致这个零售上来 但是呢 由于人们都出去工作了 手里有钱了 那么他会往往这两个都会成为正相关性 他不是必然的 但是 有正相关啊 是成正相关状态 那么 我们来看啊 呃 在经过一段急跌之后 短期指标 现在已经开始修复 那么我们注意啊 呃 在开盘之前 还有半个小时 应当是开盘之后 还有一跌 还有一跌 为什么呢 因为短期指标呢 由于这个零售数据太差了 太差了 他应当还会做一个底 我们可以看啊 现在是V型底 应该是做一个 不规则的 底部抬高的W型底 什么叫底部抬高 我给大家华一些线 不见得准 不见得准确这个鞋线啊 啊 就是 你看一下 主要是一个鞋线 我 我的意思 不是说 呃 不是说 它是一个 就是一定是跌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咱们注意一下 哎 他应该是 在这 或者甚至漏一下啊 漏到这 漏到这 就是比这个 比我这个 鞋率 小 看 哎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形状啊 再起 呃 可能是 大概率的事件 这是从古纸期货来看现货的情况啊 古纸期货来看现货情况 那么现货呢 就有可能在前一个小时 开盘口前一个小时 要进行一个下杂 啊 要进行一个下杂 那么从中短期指标 这是咱们说短期指标 从中短期指标呢 我们可以看啊 他现在这进入一个箱体 啊 我们可以画一个小箱子 啊 我们这画一条箱子 我们可以看啊 这块进入了一个小的箱体空间 啊 进入了一个小的箱体空间 现在呢 对这个箱体啊 好像下颜有点漏 那么不排除呢 开盘之后再往下一条啊 再往下一条呢 注意啊 注意 他应当不会调太深 应当是调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啊 就是还是啊 我说的 应当是在33 就是从古纸期货上看 在3350点不进 就止跌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现货啊 我们再看一下现货 有些朋友问我这个是什么软件 那个东方财富啊 我用的咱们这个国内 国内的软件的数据呢 比这边软件全 而且呢 买它的数据相对的比 在美国这块买数据要便宜 可能是国内用户量大吧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是比这便宜啊 你免费的 它是免费可以看 但是你要是说 要一些全的数据 或者加一些 我自己的公式的功能的话 那你就得跟人家 劝商去谈 我们是 因为我们本身 也是一个机构 跟人家 劝商谈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方法 在录入 它的这个软件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模型 进入它的软件系统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现货 那么现货呢 我们可以看啊 从昨天 尾盘来看呢 它有拉升的意愿 但是呢 由于这个股指期货的带动呢 很有可能啊 它拉升 这是一个失败的拉升 那么应当是再往下 再砸一下 应当再往下 再砸一下的概率比较大 那么从这个超短期指标来看呢 它在 它在 往上提升之前 我们可以看啊 这就是 你看啊 它的超短期指标 是不是特别特别像 我刚才给大家 画的这个 在股指期货上 给大家画的这个 这条 这条线 看是吧 哎 刚才也 大家画了这么一条线 那么我们可以看 实际上它这块 也应当是 走出来啊 你看这还没走完 它应当往下砸一下 砸一下之后再往下走 那么短期指标呢 哎 应当也是做一个小的 失败的图形 然后这样出了一个 整整体的一个箱体 但是 中短期指标 中短期指标啊 由于它没有跌完 由于它没有跌完 中短期指标呢 应当向50小时 均线啊 像这50小时均线 进行靠近 或者说60小时均线 这一带 靠近 靠近之后 才能够真正的向上发力 那么总体判断了 呃 那今天开盘后 如果是直接拉升 我们就不要追了 那有可能是右桌 啊 如果下砸 我们要反倒注意啊 准备随时随地的在一两个小时之后 应当是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 应当是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啊 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加仓 那么是不是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加呢 还是进入峰谈 这个现在就判断不出来了啊 只能是在盘中看啊 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说 我说如果您要说是感兴趣啊 认为咱们技术分析的一直都比较准确 那么您可以呃 加我的微信群啊 就是MKL810212 就是我的全民的首字母都小写 然后加这个810212 就可以啊 因为咱们这块呢 不可能说是用直播的形式啊 时时刻刻的带着大家去盯着这个盘 那么我们是一直在盯盘啊 但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直播的形式随时随地的呈现给大家 这有些东西呢 咱们基本上是盘中 以前40分钟到一个小时 那么估算出来啊 再久了那咱也看不出来 那只能说一个大事 呃 那么总体上呢 今天的判断呢 呃 上午啊 上午应当是以跌或震为主 下午呢 应当逐步震荡向上 那总体呢 判断呃 美股应当是一个震荡横盘的行情 那么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那么咱们同时呢 在这个YouTube 呃 新浪还有bilibili 上都会上传 那么如果您在某个地方没有发现 按时按点来了 没有发现我们的视频啊 那就是可能是平台微信了 呃 被平台禁了 咱们这个节目 呃 您就加微信也行 或者说上其他平台去看你 那一般的情况新浪和YouTube还是比较宽松的 呃 我们就是新浪微博呀 我们可以看 新浪微博的名字叫阿满砍金融 呃 新浪微博的名字叫京城阿满 YouTube的名字呢 叫阿满砍金融 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呃